大家好,今天是诗音老师的第十一节语文课,内容同样很丰富哦。 大家准备好了吗?我们开始学习中文吧! 今天的第一篇文章是话,请大家跟我读《远看山有色,尽听水无声》。 春去花还在,人来鸟不惊。 这首诗来自唐代诗人王伟的《山居秋名》。 让我来讲解一下,《远看山有色,尽听水无声》。 这两句描绘了诗人所处的环境,远处的山有着各种层次的色彩,而尽处的水却是静悄悄的,没有声音。 春去花还在,人来鸟不惊。 这两句表达了自然景象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对比。 虽然春天的云和花还在,但是即便有人来了,周围的鸟也不会因此而惊飞。 整首诗以描写自然景色为主,通过对远近景物、春天的气息以及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等异象的运用,表达了诗人对清净自然环境的向往和喜爱。 请大家多朗读文章,最好能够背诵。 文章下面还有小小的读写练习,大家可以掌握水、去、来、不的写法。 今天的第二篇文章是大小多少,还记得之前学过的反义词吗? 这篇文章里可是有不少反义词哦,大家试试看能全部找出来吗? 下面请跟我一起念,一个大,一个小,一头黄牛一只猫。 一边多,一边少,一群鸭子一只鸟。 一个大,一个小,一个苹果一颗枣,一边多,一边少,一堆杏子一个桃。 同样的,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。 这段文字是一个谜语或者是儿童的谜语歌词,它通过对一系列物体的描述和比较,让读者猜出它们的共同特点或答案。 一个大,一个小,一头黄牛一只猫。 这句话描述了两种不同大小的动物,一头黄牛和一只猫。 它们共同点是都是动物。 一边多,一边少,一群鸭子一只鸟。 这句话描述了一边有很多,一边有很少的情况。 共同点是都是鸟类,但是一边是一大群鸭子,另一边只有一只鸟。 一个大,一个小,一个苹果一颗枣。 这句话描述了两种不同大小的水果,一个苹果和一颗枣。 一边多,一边少,一堆杏子一个桃。 这句话也是描述了一边有很多,一边有很少的情况。 共同点是都是水果,但是一边是一堆杏子,另一边只有一个桃。 总体来说,这段文字通过对不同物体的描述和对比,呈现了它们的共同特点或者关系,让读者通过思考猜出谜底。 同样的,大家要认真完成后面的小练习,学习小、少、牛、果、鸟的写法。 接下来这篇文章叫小书包。 大家对书包都很熟悉吧,书包是一种用来携带书籍、文件、文具和其他个人物品的背包。 它通常由帆布、尼龙或皮革等材料制成,具有多个口袋和隔间,以便组织和分类物品。 书包是一种功能性强大的背包,它不仅可以方便地携带书籍和学习用品,还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配件,满足人们在不同场合的需求。 下面来跟我念课文,我的小书包,宝贝真不少。 课本作业本,铅笔转笔刀。 上课静悄悄,下课不乱跑。 天天骑得早,陪我去学校。 这段文字是一首描述小学生书包的儿歌或儿童诗歌。 让我来解释一下,我的小书包,宝贝真不少。 这句话首先介绍了书包,表明它是小作者的宝贝,里面装有很多东西。 课本作业本,铅笔转笔刀。 这句话列举了书包里的物品,包括课本、作业本以及铅笔和转笔刀,显示了书包的主要用途是用来携带学习用品。 上课静悄悄,下课不乱跑。 这句话描述了作者,在上课时要安静听讲,下课时不乱跑,这是对小学生应该遵守的课堂纪律的提醒。 天天骑得早,陪我去学校。 这句话说明了,作者每天都要早起去学校,而书包则是他的陪伴,一起去学校学习。 整首歌或诗歌通过对书包和学校生活的描述,展现了小学生的日常生活,以及他们对学习的态度和行为规范的认识。 这篇文章下的练习比较丰富。 大家可以学习早、书、刀、尺、本几个字的写法。 这些字对于学生都是很常见和常用到的。 大家都会在书包里放什么物品呢? 会自己收拾整理书包吗? 大家累不累,看起来还都很精神呢? 那我们继续学习吧。 这一篇文章叫日月明。 跟我一起读日月明,田丽南。 小大尖,小土尘。 二人从,三人重。 双木林,三木森。 一人不成重,独木不成林。 众人一条心,黄土变成精。 这段文字是一首谚语,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了一些深刻的道理。 让我来解释一下,日月明,田丽南。 这句话暗示了日月的明亮和田地的力量,代表着光明和力量的象征。 小大尖,小土尘。 这句话中的小大尖和小土尘是对大小,尖锐与普通,鸟小的对比。 二人从,三人重。 这句话在暗示两个人的行动只是双方的合作,而三个人才能形成群体,表示团队合作的重要性。 双木林,三木森。 这句话暗示了树木的密集程度,两棵树构成了一片小树林,而三棵树则构成了更为茂密的树林。 一人不成重,独木不成林。 这句话强调了,单个个体的力量有限,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实现更大的目标。 众人一条心,黄土变成精。 这句话表达了团结一致的力量是巨大的,即使是黄土这样普通的物质,也可以被团结的力量转化为珍贵的金子。 整段文字,通过对自然和人类活动的比喻,传达了团队合作,种植成成的重要性,以及团结一致,可以创造奇迹的含义。 这篇文章还为大家介绍了中文特色的会议字,这里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。 会议字是汉字的一种构字方式,指的是通过合并两个或多个一幅,即象形字,或者是字,来构成一个新字。 新字的意义与合并的一幅相关,或有关联。 会议字是汉字中最早的构字方式之一,也是构造汉字的基本原理之一。 以下是一些关于会议字的特点和例子。 构造方式 会议字的构造方式是通过将两个或多个一幅组合在一起,来表达一个更为抽象或更为复杂的意义。 一幅关联,合并的一幅之间通常有着一定的关联或相关性,合并后的新字的意义可以从这些关联中推测出来。 例子,木木加林林等于森森,木表示树木,林表示树木丛生的地方,森表示更为茂密的树林。 口口加人人等于堂堂,口表示嘴巴,人表示人,堂原指中国的一个历史朝代,可能与人们在特定地点的口中传颂有关。 演变 随着汉字的演变和发展,有些会议字的构造关联可能不再明显,但他们的基本构字方式仍然可以追溯到原始一幅的合并。 会议字是汉字中一种重要的构字方式,它的使用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力,并且有助于理解汉字的形成和发展过程。 这篇文章后的练习也不少哦,大家可以学会木、林、土、立、新的写法。 最下面的猜字译的练习很有意思哦,我给大家讲解一下修字,这个字是一个人字旁和木字构成的,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一个人靠在树边,是不是在休息呢? 汉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? 接下来是两页练习,大家好好看一看,练一练,中文水平一定会有所进步。 第二页的练习中有一首唐代古诗,敏农。 除和日当午,汉低和下土。 谁知盘中餐,历历皆辛苦。 让我来逐句解释一下,除和日当午,这句诗首先描述了农民在中午的时候在田间劳作的场景,用除和来代表农业劳动。 汉低和下土。 接着描述了农民辛勤劳作的情景,他们的汗水滴落在河苗和土地上。 谁知盘中餐,这句话转入了反思,提出了一个问题,谁能知道饭菜摆在桌上时,其中的辛苦和劳累? 历历皆辛苦。 最后一句则给出了答案,表示每一粒米粒都来自农民的辛勤劳动,每一餐的食物背后都有无数劳动者的辛勤付出。 整首诗通过描写农民辛勤劳动的场景,反映了农民的艰辛生活,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同情和关怀。 这首诗以简洁明了的语言,深刻地表达了人们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对劳动价值的认可。 今天最后,给大家讲一个中国传统故事,拔萝卜。 老公公种了一个萝卜。 萝卜长大了,老公公去地里拔萝卜叶子,还有? 还有? 拔呀拔,拔不动。 老公公喊老婆婆来帮忙。 老婆婆拉着老公公,老公公拉着萝卜叶子,还有? 还有? 拔呀拔,拔不动。 老婆婆喊小姑娘来帮忙。 小姑娘拉着老婆婆,老婆婆拉着老公公,老公公拉着萝卜叶子,还有? 还有? 拔呀拔,拔不动。 小姑娘喊小狗来帮忙。 小狗拉着小姑娘,小姑娘拉着老婆婆,老婆婆拉着老公公,老公公拉着萝卜叶子。 还有? 还有? 拔呀拔,拔不动。 小狗喊小猫来帮忙。 后来怎么样了? 大家想想看。 好了,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,谢谢大家观看,友情提醒大家,每节课的内容都不少。 我的视频只有十分钟左右,讲的还是比较快的,大家可以反复收看,有问题可以到评论区留言哦。 我们下节课再见。 我们下节课再见。